女生的嘴角流出了鲜血 下一秒男人兴奋地扑了上去 开始舔尸上面的血液 原来男人是一只吸血鬼 在两个半小时前 彩莎在地铁中发现一个变态正盯着自己 这时他想起最近常发生的吸血鬼事件 于是他决定和朋友立刻下车 在路口处彩莎又发现了那个男人 秋村立刻拉起彩莎走另一个方向 他们一路小跑甩他的对方 彩莎很确定那个人在电车上见过 为了安抚彩莎秋村竟抱住了他 可彩莎立刻又正脱开了 就在这时男人从彩莎背后出现了 他咬过自己手指流出鲜血 下一秒秋村的眼珠变得心灰 原来秋村也是只吸血鬼 但他说并不想吸食彩莎的心 这时男人说出最近吸血鬼杀人事件事件 有三名女性被现奸后杀 而这些都是秋村所谓 因现场DNA和秋村对比我和 自己这才会来抓捕秋村 随后男人推倒了彩莎 一拳打倒了秋村 男人说因奸杀过人的吸血鬼 会对这种行为上瘾 过不了多久也会对彩莎动手 但秋村解释为了防止伤害彩莎 自己吃过药和打过阵境界 自己原本打算将这件事隐瞒一辈子 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他喜欢女孩 想保护女孩 说着就将手伸向了彩莎 可男人却不管这些 随着药剂的推入 秋村晕了过去 但刚刚彩莎被推倒室外伤了脚 于是男人在交代完情况后 就背着彩莎将其送回了家 可到家门口时 女孩的情绪也崩溃了 因他和秋村是青梅竹马 但自己却没有好好了解过对方 此时安斋安慰其女孩 吸血鬼这种生物 在生物学上和人类是一样的 在没有吸血时 即使是同类也认不出来 如果他真的要隐瞒的话 你发现不了也是正常的 说着安斋就发现女人的嘴角渗血了 彩莎抱怨道 这不是你推倒我是滑坡的 下一秒男人竟扑倒了彩莎 女孩前来还书 竟被好色的老师欺负 随后更是将女孩拉进房间内 准备做点坏事 而此时男友正在笑碗浑然不知 反抗中女人打碎了杯子 手被滑坡流出了血液 可老师并不知道回感 竟说出了不知廉耻的话 之后彩莎反抗开了男人 拉开身后窗帘 此时闻到血腥味的男友就在窗外 看见彩莎一关不整的样子 安斋瞬间觉醒了吸血鬼的人命 破窗而入的安斋面目争鸣 一拳就打倒了老师 在彩莎的阻拦下男人这才捡回一条命 而彩莎也唤醒了安斋的意识 这是他们听见外面警卫感到的声音 碍于自己的身份 安斋立刻脱下衣服披在彩莎身上 准备离开 彩莎很担心安斋的状态 随着一针镇定剂的推入 安斋的情绪也稳定下来 可当他看到彩莎的血液时 本身是血的本性也再次暴露 这就是刚刚吼彩莎的原因 成为吸血鬼就没有清醒的意识 曾经有个男人做饭时弄伤了手指 他开玩笑地让妻子舔一下 可这瞬间觉醒了妻子吸血鬼的能力 等清醒时已经杀掉了男友 并吸干了对方的血液 像这种案件安斋在熟悉不过 他没忍住扑倒了女孩 可却在舔尸流血的嘴角 极少的血液都能让他十分亢奋 而镇静剂才能让他冷静下来 可男人是吸血鬼 人滚疏途他们并不能在一起 自那之后男人没再出现过 但夺走出稳的白月光让女孩怎能忘记 女孩羞红了脸 直到这一天 原来安斋每晚都在阳台看着女孩 他们的关系也更近了一步 然而好景不知 就是想引起民众的恐慌 此时路过的彩莎和李也震惊了 为了不让事态更严重 李上前制服了一名吸血鬼 可这时有记者站出 说应该杀掉这些怪物 现场变异的吸血鬼越来越多 为了保护周围民众 彩莎独自将吸血鬼引到了商场内 可此时彩莎已经立即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安斋打到救下了彩莎 他将彩莎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而另一边刚刚行凶的杀手正是失误 他被女杀手堵在了楼梯 英女杀手是反对组织对人类出手 就在两人对峙时 十五说他还有另一项任务 而组织背后的老大正是眼前二号 他不仅是警局内的剑人 也是猎杀吸血鬼的主人 随后二号拉起十五的手 竟直接杀掉了对方 原因是伪造十五暗恋的记者 在杀害对方后内就自杀 而他杀人的这一幕刚好被骗铜看见 第二天组织很快就派杀手来除掉骗铜 从没喝过人血的骗铜如若鸡一样 就在这时警察赶到 但奈何对方手里有枪 趁机骗铜翻墙逃走 而杀手也跟了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